我们的诚意再多 我们就算归下去 小朋友也没有赶快好 所以我只要借在这里 跟大家恳求说 希望他们会看到我们的诚意 我们真的是对不起他们 洪星嫌犯的父母亲 由律师陪同 脚步沉重走出警局 妈妈紧紧握着爸爸的手臂 一起出面替孩子知歉 我不求你们原谅我 我只求你们用心的 去照顾你们的小朋友 因为我做错了 我跟你们说声道歉 但是我也希望你们的小孩子 可以早日康复 洪星嫌犯20岁了 天底下没有父母亲 愿意教养出伤害别人的孩子 妈妈紧紧握着爸爸的手 希望给彼此力量 一起面对眼前难关 妈妈在孩子移送的时候 母子曾经拥抱痛哭 我们今天想要的是 对被害者家属 好讲就好了 担心妈妈受不了 爸爸把话接了过去 想一肩扛下压力 夫妻两人又一次90度鞠躬 她说跟医院联系过 想跟被害人致歉 但是不敢求原谅 会跟我生病的小孩 跟妈妈一起努力的去 度过这个难关 我也希望造成社会大众 我真的不会教小孩 我在这边再跟你道歉一下 说我这个爸爸是失败的 父母亲都有医护背景 儿子也是 应该是令人称陷的人生胜利组 却发生如此严重事故 红星嫌犯持刀在台中监狱上伤人 父母亲六次90度鞠躬致歉 她说为人父母没把孩子交好 她是个失败的爸爸 心情无比沉重 TBS新闻张子民黄国均无书评 台中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